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传佩洛西已经出发访台 仍然是谜 习近平政治局喊话 未来五年准备打仗 北京强调拜习通话的背景 14亿人民再上前线 中共整治躺平干部展开集中约谈 政治局会议发出信号 稳防治成为了重要政治任务 地方财政吃紧 中国今年借钱近三兆还旧债 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熟知内勤人士表示 美国联邦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 预计29号的时候将出发访问亚太地区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会在台湾停留 另外来自彭博社的报道说 佩洛西的发言人哈米尔 7月29号被问到佩洛西的计划时 并没有给予置评 佩洛西及其幕僚多次以安全为由 拒绝证实或否认他的行程安排 根据另外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佩洛西预计停留日本印尼和新加坡 由于计划上没有公开两名消息人士都要求匿名 如果佩洛西决定访问台湾 将是25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现任官员 而他考虑访问台湾的消息也已经引起了中国强烈的反应 报道表示白宫没有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公开的表达立场 表示此事由他自行决定 但是据悉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私下向佩洛西和他的幕僚表达了忧心 然而美国两党国会议员都鼓励佩洛西访问台湾 表示如果因为中国抗议而不这么做 就等同于屈服于中国的压力 另外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7月28号的时候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通话 针对一系列的议题交换了意见 在台湾议题方面 拜登向习近平传达了美方政策不变 强调反对片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拜登与习近平是否针对佩洛西访台议事 有过讨论 不过网传在亚洲东部时间的7月29号的凌晨 疑似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乘坐的C40A公务机 从美国西海岸的惠德贝岛海军航空站出发 约3点41分的时候飞抵了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机场 休整了一个小时之后继续前往日本 不过此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而来自彭博社的消息表示 拜登与习近平星期四结束了电话会议 预计举行首次面对面的峰会 但是两位领导人最终会晤之前的几个月当中 美国和中国不太可能停止争吵 随着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五开始亚洲之行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可能面临新的摊牌 其中可能包括佩洛西在台湾停留 而中国发出警告说 将对任何此类的访问做出坚定有利的回应 引发了对军事介入的担忧 报道说拜登和习近平的最新通话 进一步巩固了边打边谈的循环 领导人同意举行更多会议和工作层面的谈判 同时就战略争端交换意见 而习近平也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军事对抗的威胁 并且警告拜登玩火必自焚 再来看一下习近平政治局喊话 未来五年准备打仗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中国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之际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星期四 也就是7月28号的时候 主持了中共的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 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当时指出要把能打仗打胜仗 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跟战争形势演变趋势 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 未来五年解放军建设的中心任务 就是实现建军100年份的目标 要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 全面加强解放军人才工作 另外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事职业特点 和军事人才发展规律 提高人才工作针对性和时效性 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强军事业要求 要坚持从政治上培养考察使用人才 把中共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到 人才工作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确保枪杆则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要加强现代科技 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的知识学习 增强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 以科技素养提升促进能力素质升级 再来看一下北京强调败习通话的背景 14亿中国人再上前线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在7月29号的时候表示 中美两国元首在7月28号的时候通话 是在美国联邦政议院议长佩洛西 一直计划访台的背景下举行的 如果美方挑战中方底线 必将遭到坚决反对 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 报道表示佩洛西计划访台 引发了美中关系紧绷之际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7月28号的晚间进行了通话 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网的报道说 在7月29号的下午举行的 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 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当中 是否谈及了佩洛西 可能访问台湾一事 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一次通话是在佩洛西议长 一直计划访台的背景之下举行的 而日本共同社的记者提问说 在昨天的中美元首通话当中 中方表达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中美双方也同意保持联系 但是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方是否认为 中美高层继续对话的氛围将不复存在呢 赵立坚表示 在28号的时候 中美元首进行了通话 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双边关系的问题 进行了坦率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中方近期已经多次向美方表明 坚决反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 他表示 如果美方挑战中方底线 必将遭到坚决反制 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完全由美方承担 另外他也表示 拜习通话之后 中方已经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消息稿 关于中美双方就台湾问题通话的有关情况 习近平在通话当中 重点就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进行了阐述 中方反对美台交往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近期又多次的明确表示了中方的立场和态度 另外报道表示 赵立坚还说 正如习近平强调的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方的政治承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势力留下任何空间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坚决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 民意不可为 玩火必自焚 他还表示希望美方看清楚这一点 美方应该言行一致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好 再来看一下中共整治躺平干部 展开了集中约谈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为防躺平佛系风系渗入党内 多地出手整治揽政的躺平式的干部 但是江苏的滨海线近日高调的宣传 吴吉明投票选出了七名躺平者予以了集中的劝勉之后 反被舆论批为形式上的热闹 报道说中共滨海线委组织部的微信公众号通报说 滨海线组织部的部长王大为在7月26号的下午 对今年首批七名躺平者展开了集中戒免谈话 他说这一次躺平者的评选是经过了群众推选 单位评议以及组织评定等些程序最终确定的 大家要从思想深处找原因 破除躺平思想 从躺平当中起身 做一名站得起立得直行得稳的干部 另外王大为还要求躺平者自我审视 想一想为什么是我 躺平者的标签不会无缘无故的贴到某一个人的身上 都是各个单位干部群众 吴济明推选得票率30%以上的 最高的将近50% 最低的也达到了三分之一 另外该通报还表示 戒免谈话结束之后 躺平者表示深感惭愧 深以为耻 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信任 均表示要端正思想状态 振奋精神状态 转变工作状态 重新开始争作一名奋进者 报道说 滨海县评选躺平者设有七个标准 其中就包括了担当精神不够 见到任务两手一摊 碰到问题两眼一黑 左躲右闪上推下卸 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干事 工作态度不正 与组织讨价还价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 只比待遇不比责任 只比资历不比贡献 工作作风不实 玩心太重 贪图安逸 默契沉沉 佛系心态 不推不动 甚至推也不动 该通报表示 滨海县委组织部将继续进行跟踪的管理 设置六个月的跟踪管理期 帮助这七个人提振精神 重启新城 滨海县高调宣传寻找身边的躺平者活动之后 反而引发了多家中国媒体的批评嘲讽 中国媒体澎湃新闻质疑 这是否意味着一定要找到躺平者呢 如果这个单位找不出躺平者 是否要硬找呢 而南方日报则指出 导致一些干部滋生 躺平心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有的躺平干部报有干与不干一个样 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心态 暴露的是一些地方对干部队伍 如何进行有效评价的机制问题 有的报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 折射的是如何激励担当作为 以及健全有效的容错纠错机制方面的问题 至于一些年轻干部工作没有多久 就滋生了躺平的心态 正与一些地方晋升天花板难破 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中国媒体红新新闻也强调说 评选躺平干部不能只是形势上热闹 躺平者的标签固然不会无缘无故的贴到某个人的身上 但是那些人缘好后台硬的躺平者 大抵不会被贴上 退一步来说 就算评选公允客观 选出的恐怕更多的是一些苍蝇当中的躺平者 好再来看一下政治局发信号 经济太烂 先稳就业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7月28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当中 重申了稳经济 同时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化解村镇银行风险 分析认为 会议释出的讯息显示 比起经济成长目标 现在稳就业和稳物价更为的重要 报道说 中共的政治局在7月28号的时候举行了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的经济形势 安排下半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提到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 巩固经济回升趋势 致力于稳就业稳物价 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中国媒体界面新闻引述了多家分析机构和券商的话 指出 会议释出的讯息显示 就业稳物价稳是目前的最好结果 这意味着比起今年年初定出来的经济成长目标 现阶段就业和物价的稳定更加的重要 报道引述平安证券分析指出 会议将就业和物价放在了首要位置 其中侧重不言而喻 就业与民生息息相关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的冲击 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升至了近年以来的新高 城镇新增的就业仅完成全年目标的约60% 为近十年以来的最低 失业率太高并不利于释放消费潜力 另外根据中原证券以及国胜证券的分析指出 虽然完成全年经济成长率5.5%左右的目标难度较大 但不代表中国会放弃追求较好的经济成长 政治局会议提出经济大省要永挑大梁 就是要求有较好条件的地区 要积极主动为中国的稳经济大盘做出贡献 对于近期引发社会关注的房地产市场的动荡 分析强调稳增长必须稳地产 不能让房地产成为过度拖累经济的因素 另外有分析认为政治局会议当中提及稳定房地产市场 相当于把属于市场经济的购房行为 上升为保民生保稳定的重要政治人物 地方政府本身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就有较强的动力 接下来将会有足够的意愿以更高的标准执行保交流的任务 相关的风险渴望在第三季度有效的解决 另外分析提及接下来在短时间之内 发布大量新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主要原因是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等相关的措施 实施时间才一个多月 仍然需要时间继续的推动 并且等待效果的呈现 而另外一个方面 相关的部门不会为了过高的成长目标 而发布超大规模的刺激措施 预知未来 好 再来看一下地方财政吃紧 中国今年借钱近三兆还旧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疫情冲击之下 中国地方财政持续的吃紧 愈发依赖借薪还旧 上半年地方发行再融资债券就达到了人民币 一兆2292亿元 预计今年下半年也将破兆 专业机构只需要警惕地方债持续大幅扩张的 负息压力 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在7月29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中国财政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地方一共发行了再融资债券 人民币一兆2292亿元 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或存量政府债券 地方透过借薪还旧来平滑债券期限结构 避免期限错配风险 也缓解地方偿债资金的压力 报道指出 近年以来受到疫情等一些冲击 中国的地方财政收入紧张 叠加偿债的高峰 地方借薪还旧的规模快速的攀升 2021年高达3.1兆元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的数据显示 中国地方债借薪还旧比例 已经从2018年的77.89%攀升到了2021年前三季的110.76% 2021年地方发行再融资债券规模超过了到期债务的规模 市场人士分析 这跟部分再融资债券用于置换部分隐性债务有关联 中诚信国际报告指出 结合上半年地方债到期借薪还旧比例的预期 今年偿还到期债务本金的再融资地方债或发行2.66亿元 如果再考虑隐性的债务清零试点或进一步的扩大 以及各地偿还存量债务需求 再融资的债务或进一步的扩容 报道说按照这一推算 今年下半年中国地方再融资债券发行的规模 也将超过1兆元 报道指出 地方可以发行再融资债券来偿还本金 但是不能够用于偿还利息 因此利息需要财政资金来偿还 中国财政部的书记显示 2022年1月份到6月份 地方政府债券支付利息5,119亿元 报道指出 中国今年偿债利息占地方综合财力比重逐年的升高 今年上半年地方偿债利息支出 已占到了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达8.9% 中诚信国际报告指出 土地出让仍然疲软 叠加近期多地的烂尾楼 强制停贷风波的发酵 地方财政或进一步的承压 需要警惕地方在持续大幅度扩容下的财政负习压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